老龙溪的水是滚滚泥浆 往下冲夹杂大量土石 通往桃源山区的名霸克魯便桥 已经被冲毁了上百公尺 生怕山区再下起好大雨 高雄山区极大规模的崩塌区 已经预防性撤离两千多人 高雄市也设立了440处的避难所 存放物资14到21天 撤离的居民在避难所里 小朋友开心的玩耍 大人则担心家园的状况 是预防性撤离台风 对啊 今年台风好像特别 第三次了 第三次撤离了 另外高雄大辽这间没有人住的空屋 原本夹盖了铁皮锤在半空中 随着强风摆动 让周边的居民看得好害怕 把印象po网 这是半片而已 前面那片已经飞走了 三途二的时候就飞走了 然后留下这半片 对 后面那片没有掉下来 经过很害怕 对… 师傅也立即判愿将铁皮拆除 亦方发生意外 至于高雄的起劲 因为靠近海边一早就风雨强劲 菜市场里摊饭遮雨的棚架快被吹飞了 连顾客都来帮忙拉住 但是还是不提枪风只好提早收摊 因为我四点多就出来的时候 没什么风啊 所以还是决定算 那刚刚风是很大吗 对 突然间瞬间瞬间 瞬间很大 由于上次的山陀儿台风直扑高雄 不少人家的铁卷门被吹垮 这次有工厂老板去开来了大巴士 直接放在工厂前挡风 为了对抗台风的侵袭 真的是绞尽脑汁 东森新闻的高雄综合报道